而為在高雄山林的永林農場 是結合了在地的文化 積極發展來觀光 那現在除了有全台最大的有機農作物產地 更轉型成為了一個休閒農場 那除此之外 他也陪伴八八風災的災民抹去傷痛 重新站起來 不只在農產裡面 栽種作物 農場同時也會輔導員工來創業 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夏天除草前先前全禱告 八南花部落小學 直接將教室搬到永林農場 讓原住民孩童實際學習耕作 為在高雄山林的永林農場 創立十一年來 陪著八八風災災民抹去悲傷 重新站起來 現在這除了是全台最大的有機農作物產地 更積極連接地方文化 發展觀光 像是布農族來說的話 其實三角形對我們來說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對 因為它就是取之於白不捨的圖端 我們天氣非常好 天空非常的藍 然後地非常的綠 然後要拍起來的話就很美 農場裡就有網美打卡熱點 永林農場整合在地文化 占心休閒農場 另一方面也輔導員工勇敢跳出來 自己當老闆 美玲姐呢 午安了 午早了 她是賴美玲和許多同事一樣 在八八風災中失去了家園 一開始我是也是在溫室裡面割菜 種植這樣子 本來講離子了 因為我的腳做到都沒辦法蹲 身體發出警訊卻是賴美玲的人生轉機 她從每天都得彎腰蹲地的葉菜類種植 轉去栽種番茄 把果樹當成自己的孩子呵護 成功將小番茄的產量提升三倍 現在可是永林農場栽種小番茄的第一把交椅 今年她鼓起勇氣 跳脫農場自己創業 走出最後陰霾 重新找到人生目標 在永林農場工作 不只是養家糊口 這裡更是一個陪伴他們 找回自我完成夢想的快樂農場 記者綜合報導